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踢球时 这种握牌要求拇指 食指和中指联动 通用互动手指的放松和紧张来卸掉处置板型 配合传导和发出力量 现在呢 由于指板横打的风靡 指板又有一个新的握法 后三指略微分开 同时顶住球板 这样就可以解剖手腕 使得指板可以用反面正的对待着 根据食指和拇指的开合度之后 我们也产生了像这样窄握 和宽握 横牌握把也成大刀式 一直是一种比较主流的握把 一般来说 我们用骨口对准拍颠 然后用后三指握住拍领 食指连着拍肩方向伸展 拇指略微弯曲 同样 也是要通过手指之间的紧张和放松和协同来控制板型 横牌握把也有像这样握得比较浅 和比较深的 或者 这样业余中所谓的立正手 或立反手 其实对于这些握拍方式并没有一个很严格的规定 我们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习惯和方式来进行调整和掌握 下一集我们讲一讲站位 观点 Э탭 询金领 该报ต 观点 画并不在下方式